各位讀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in Chen Kin哥 今天是周日啊 因为昨天要补班啊 为了那个我们农历春节 的连续假期啊 所以昨天应该很多 讀者朋友都应该跟我一样都是要上班的 所以就是把 直播的一些内容啊 说明 延到就是 延后一天啊 周天 周日 星期天 来做说明的那今天 讲堂的 抱歉 今天讲堂的议题啊就是要 针对 关系空港 第一行下及第二行下 的一些 环境介绍 还有一些大大小小 注意的事项包含 出境啊及 入境的时候的状况 其实 从 以前到现在 十几年 来到现在 出境入境的变化 其实都是会有的 尤其是最近这 一年 这一年变化特别多 就是 入境的速度变快了 那出境的速度其实说真的其实 还没有感受到会特别快 因为检查越来越严格 所以 在这部分的话在这个讲堂做一些分享 好那就是 在讲 King Chen旅游 讲堂第六十三的单元 分享一下 日本关系空港 第一行下 及 第二行下 大大小小事项 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King哥 King哥是 旅游规划达人 日本旅游 自助达人 旅游作家 目前就是 有在 现在有发表 第三版的 开始在关系自助旅行 这本书 也是在 1月14号 开始开卖 但是 以出版社进度的话 好像1月9号的时候 其实就开始卖 其实 真正的话 应该是1月14号 然后再来就是 他也有是 经营一些 部落格的一些内容 像免费的平台 比哥邦 还有 就是 博客 微博 还有 Facebook IG 以及 Twitter 等等等 都有 好像 像这次直播的一些内容 到最后也还是会上传在YouTube 所以有兴趣的 读者朋友的话 其实 没有看这次直播也没关系 在YouTube上面 也可以 在 浏览一下 甚至就是 回到 Facebook FB 这部分 的直播内容 只要 有点 King哥的 Ikima Show Travel Notes 粉丝 粉丝网 你只要有点赞的话 就是 稍微会知道一些 King哥有 直播的一些动态消息 这次的话就是 简单的分享给大家 在此之前的话 要先分享一下 自助旅行 分享 19多年来的一些 经验 自助旅行是 学习的开始 规划自助 样样都要自己来 其实最近 有一些 读者朋友 就是会 问一下 King哥就是 要跟 King哥要 行程 其实很多 行程的内容 都分享在 那个 别哥邦的部落格里面 通常 自助旅行的话 的规划 其实 我其实 没有开放Copy的 或是 免费 就是把一些什么 电子档啊 然后传给 读者 其实这部分有 有几个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 读者是希望自己去做规划的 当然就是说 我当然知道 Copy是很方便 但是 Copy的意义 并不是很大 因为你要先思考过后 你用 用你的 你的规划的内容 然后逻辑 还有等等 希望就是 就是 能够登打在你的 你的规划 你可能就 规划在 Excel Portpoint 或是规划在Word上面 就制作 自己简单的一个 规划的档案 那通常 如果你跟我要 我 还有第2个原因就是 你跟我要 当然 也有 100多个读者 甚至 1000多个读者 三不五十跟我要 其实跟King哥都要不完 所以 规划自助 事情样样都要自己来 这个部分来讲 我还是非常坚持的 如果你觉得King哥这样不好 其实你可以转台 都无所谓 我是相信 有心的 读者来 听我做 一些说明的话 意义会特别大一点 然后要果断 要理性 要诚信 要谦虚 找对方法 找 适合自己的答案 相信就是 成功的开始 通常 第一次去 规划旅行的话 通常都没有信心 但是有时候就是 第一次规划一定 花时间会非常多 所以 慢慢的就是 发问 不管你是问King哥 或是问其他的部落客 或是其他达人 其实都可以 只要有人 可以 回答你一些宝贵的意见 问题 其实都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 慢慢等你开始已经 有了 准备充足的时候 慢慢就会有信心 所以 相信就是 成功的开始 要团结 要自信 要有功德心 搭错 这走错路 不灰心 开开新鲜心的出门 平平安安回家 分享成功的喜悦 及宝贵经验 通常 分享旅游的 心得的人越来越多 分享在文章里面 分享在 动态 社群媒 媒体平台 非常多 甚至最近 高雄 旅游非常活乐 也会看到好多人在分享 高雄的旅游美食 等等等 这个都是 会散播 许许多多 其实有时候就会感染大家 是说看到 吃到这么多的东西 都很想再去吃一口 甚至看到美美的风景 你也会很想 很想去 去那边 自己来拍一下 但是 我觉得是看每个人的规划 或者是 兴趣 这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不批评不攻击 认真的准备下一次旅行 就算你这次成功的旅行之后 你可能有信心的 你也会再去 准备你下一次的旅行 好那这次来 赶快来说明一下 关西机场 及 出入境的大大小小的事项 其实在 这部分来讲的话 以 KING哥的新书 新书里面的话 我稍微简单的翻一下 是大概是在第几页 KING哥 所要补充说明 其实 KING哥里面书里面 其实 写的 简单清楚 大家应该 就是很容易 比较容易吸收 那但是 KINGCHEN里有讲的话 是 比较着重于 就是说 因为书本里面 版页有限 没有办法写太多 繁杂的一些 经验分享 所以我就藉由就是补充教材的 补充教材的部分 然后在 这个讲堂里面 有兴趣当然就是 在这上面 能够在线上听 或是私后听都可以 以这本 KING哥的新书里面来看的话 是在第 32页 就是 这本 有购买这次 KING哥这本新书是在 32页 然后到 这次可能 分享的篇幅会比较多一点 到 41页 所以 有兴趣的读者 你可以去买 当然你只要听 听我这边说明也可以 其实就是 会不要落力巴说的 但是我会讲的会 比较让你能够 在旅行上会有帮助 好在这部分 旧书的话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就是针对新书第3版 32页到41页的部分 来关系 第1航下 以及第2航下交通内容 其实我们 不管你是搭哪个航空公司 就算是廉价航空或传统航空 来我就以第2航下来精准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从 那个 台湾这方面出发的话 桃园 出发的话 就是 热桃航空 当然如果说 或许是高雄 都可以有 热桃航空 到关系机场 那我们 大陆的朋友 的话呢 就是会有 春秋 春秋 因为现在 目前 第2航下 就是 专属 也有日本的 航内线 就是 包含就是 热桃 整个机组 都是在第2航下 那如果说是 第1航下部分 当然就是 其他的 我最简单的讲 其他的 都是在第1航下 其实在KING哥里面的新书里面 都有 更新 这应该会是在 有时候 有时候会在里面的页数会 特别说明了 我想我应该不用浪费这个时间 翻书 给大家知道在第几页 好 那第1航下 当然就是 你如果搭乘乡草的 然后 台湾 虎航 那你说 华航 或者是什么 像 很多等等 长龙 或者是我们对岸的一些 航空公司 都是在 第 关系机场 关系空港 第1航下 这部分 那 第1航下 当然是 最 这个范围是 最大的 那第2航下 就是 其实这 一年多来 第2航下 其实 更早之前的时候 它的那个 设备 设置是 比较 比较 简陋一点 那你说 现在这一年 这一年左右的开 第2航下 它是开始 开始使用的时候 其实 漂亮多了 我先讲一下早期 第2航下 的部分 因为它的范围 比较小 在一年多之前 更早之前的 那个 航下 它 就只有 很简陋的 就是 像 观光情报 情报的柜台 然后 就是 一出 你只要一出关的时候 就在旁边 那你现在新的航下 可能要走 稍微多走 十几步 如果说 门打开来 你才会看到 稍微 正前方的 偏右边一点 就是 那个 观光情报所 早期是 比较单纯 提报一些 观光的 一些 简介给 给游客去 去 去拿来 就是反正免费的 那现在就是有 当然就是有慢慢的有提供 比较多一点的服务 就是有卖一些 票券 桌游券 包含 可能有一些桌游卡 都会在那边 但是 不是所有的桌游卡 会在那边 所以 这部分要大家可以稍微 可以去 上网 观光查一下 那第2航下 其实这部分 我在这边 有一些 照片 分享一下好了 这样大家会 比较有感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 官网上面的一些 示意图 天气 最近天气多变好 明天听说会变天嘛 所以大家可能 那个衣服啦 或什么的身体要 稍微照顾好一些 这照片是新的 像我Kim哥这边 有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 新的 第2航下的 观光情报 记得 那个 服务处 这个是 非常 早的时候 连 还没开呀 然后你知道吗 搭 热桃的 那个 连假航空的 红眼扳机 有没有 红眼扳机 那你 如果太早 你如果是 你像Kim哥一样 就是搭 呃 凌晨 应该说 晚上 他不都 11点50 飞过去 当然就是 隔一天了嘛 好像是 也忘了几点了 好像是 有时候是 凌晨一 一两点的班机 你飞过去 还没开 所以 你要 如果你在那个时间点 你要买 买票的话 其实说真的 你还是 直接到 大阪 去买 你到 关系空港 也没有办法买 然后在我们在 简单分享一些图片 就是 就是 新 新的航下 像 像你出来的 往右侧的右手边 你就会看到就是 要出境的 出境的那个 的 回廊 走廊 所以就是稍微 让大家看一下 那像这个的话就是 你虽然 凌晨 的时候 还没有 还没有服务人员 但是 刚才听哥讲的话 那你可以在那边 其实他 很多的一些 资讯 你都可以在 在这个柜台上 可以自由 自由取得 取得 像这个给大家 简单看一下 出 出境的时候 没有 他现在 这个是新的第2航下 所以 就是相当的 跟之前旧的航下是 有差异的 然后包含就是 以前旧的第2航下 他以前就只有一个 只有三个那个 巴士 巴士乘车处 其中第1个就是 那个第1航下 跟第2航下的 免费接驳车 通常都是 在第1个那个 乘车处 那包含现在 新的第2航下 也是一模一样的 那旧跟新有什么差别呢 以前 旧的话就只有 两个乘车处 然后 能去的地点有限 旧的 我讲旧的 那新的话就多了 哇好多个乘车处 就 类似像第1航下 有大概 第1航下有12个乘车处 那旧的话好像 也有将近10个乘车处 那其实等一下 KING哥会稍微简单的 告诉 分享给大家 然后就是 刚刚那个 观光 观光所的一些 他有 这边有讲说 有哪些 票券 路线 大阪 周游卡 或什么的 可以卖 但是一般的 是大阪周游卡 而不是 有一些特别版 我讲的特别版 可能就像是 有一些特别版 像有些大阪 那个周游卡 他有配合 比较远的 像万博 万博纪念公园版 可能那边就没有了 所以 可能就是 大家要先思考一下 你的 未来的路线 因为 KING哥这次分享的是 机场的部分 我们来讲一下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 我刚有讲 KING哥这个 这时候的照片 拍的时候是 红眼班级 所以 到了时候 就是凌晨还是 天还没亮的时候 好 有没有 到T1 其实这 免费无料的联络 巴士 就很简单啊 那就是 你 你出境门口 第1个出来 再 开一个门出来 就可以看到 好多人就在那边排队 要去第1行 大家也了解吗 那你当然 也可以去 那个对面的那个 利木槿巴士 那边有好几个 那个 像通常我们 凌晨 凌晨的时候 平均 到大阪的车 一个小时 一班 时间 时间 其实KING哥在这本书有做整理啦 在 五十一页 KING哥这本书里面有特别整理就是 凌晨的红眼斑机 搭乘 那个利布金巴士到 那个大阪 OCT 就是南坡 南坡 平均 就是从第2行下发车 为什么要先讲第2行下 因为 因为那个机场发车的 来源是 发车的第1站 就是在第2行下 然后第2行下 再到第1行下 接客人 然后再 进入大阪市区 如果有兴趣 要想 你说红眼斑机 你总不可能说 我 你看嘛 你第2行下是没有跟电车相连的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去第1行下 因为 电车都在第1行下 第1行下 所以一定要做那个免费监伯车到第1行下 KING哥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第2行下的一些 介绍 好那我们先 给来 来介绍一下第1行下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 那个环境 设施 那我们其实第1行下 像第2行下 出入境都是在1楼 那第1 第1行下就不一样了 那你入境进来的话 一样也是在1楼 那你如果要出境的话 回去应该要上去 我印象中好像是 4楼的样子 没关系 我记得2楼 3楼餐饮 3楼就是 一些卖一些 有UNIQLO 无印良品的那等 这个 事后有空 我们再 探讨分享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 第1行下的部分 第1行下 哎呀 其实Kim哥也有拍一些啦 来 我们先看一下 照片来第1行下有分 北口及南口 就是两翼 两侧 看你是搭 哪一个航空公司 那像Kim哥这个照片来讲的话 他是在 第1行下大厅 中间 这个就是 关系 关系旅游 Information Center 就是 资讯服务中心 那这边的话 靠这边是 这边的话 这一个是 资讯的 然后这边 排队的地方 就是买票 就是 你可以 其实你也可以买 JR的 我最新的话 是可以买到 JR的 除了 周游券之外 JR其实 的那个 Haruka 好像也有 也有 也有 委托 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 上官网然后去订那个优惠票 有没有 就是你去官网 订那个 好像 你提前 2到30天 购买的话 可以便宜日币1000元的那一种 那你就是要到 那个 关系空港的 JR office 2 你就要去那边换 你在那边是没有办法换的 这个是单买 但你单买会 可能会稍微 没有优惠到 除非像 之前去年不是有遇到那个 关系空港 那个台风 然后造成他们那个 造成 那一段 有一阵子 会影响到 他们观光 说不定那个时候 可能会有打折 说不定 有啦 现在可能 没有了 因为已经过了那一阵子 很多的那个 周游卡 没有打车 我好像 有 因为我也不是替信用卡代言 听说用 那天的 有打折 所以 现在要看方案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看了一下就是 卖票的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 有一些环境大家可能会稍微要知道一下 像这个有些指标都非常清楚 你要去搭 神户的 汽船 往神户的汽船 你就去12 12层车处搭 那个 接驳车 那如果说你要搭 立木晶巴士就是 1到 11 然后12也有 那个南海的 巴士去 零空 零空的那个 零空城的 奥雷 但是 这个部分可能 听个简单讲 因为 那个搬车并不多 所以通常大家还是一样做JR或是南海电 就是过跨海的联络 联络铁道过去 是比较方便的 日币好像是 大人单程是日币370 小孩子 则办自己算 所以就是 建议 像我去 零空outlet的时候 就只是 额外讲 有时候巴士遇到一些什么状况 它是 是不开的 所以相对的还是做电车 贵一点 但是快 然后 你也不用 一直拉行李 因为你做那个 巴士还要走那个 巴士专 专用道上去 你才能找那个 置物柜 等等 所以还是多花一点 费用做电车 比较方便 然后 他有一些 环境 譬如像 他们有一些 电话卡 这个就是 大厅的最靠右边 最靠 12层车处 的里面就是坐船 就是去神户空港 或是 去神户市区 高速船 前往 前往那个高速船 这边可以 可以买票啦 当然你也可以 这边有贩卖机 自行买 这边有船班 这边有船班 自己看 因为搭船的 去关系搭船的人 是 比较少的 为什么要在这边 特别 再稍微 分享一下 因为 天后应输有关系 如果说你 到关系 你要去神户 你要搭 那个高速船 去的话 你要面对的地方 你看嘛 像如果你 夏天 或是 靠近秋天 或是 就六七八九十 都会有台风 那你到的时候 如果 不管是台风前 台风尾 风浪会特别大 那你坐高速船 当然会影响 你的 交通行程 再来就是 晕船 你要看个人的体质 那个船坐上去 不见得 他的 乘客 乘客座位 就 就会影响到 那个船的大小 还有就是 有晕船体质的人 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 你去 那还有一点就是 当然 你是直接要去神户 玩的话 其实做 那个高速船 是一个 选择之一 但是 但是 你从码头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 走一段路去搭 那个 神户的 电车 嗯 才会到 神户的市区 所以这个 目前 大家可以去 衡量了 所以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稍微分享一下 然后在这个 稍微就是 一楼大厅 一些 分享 这个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是 四层楼的部分 那里面有 当然你去 二楼三楼 会有卖 像这个 是 这链链仓 还是千尝 不好意思 中文不好 Pasta 意大利面 所以就是 稍微 像 Kim哥那个时候 就 就是很早到 也是很早到 就是去吃个早餐 在机场 吃个早餐 再 触发 再去 那个 饭店 先去 Check in 一下 通常 Check in 进房间 是三点 至四点 之后 看你订的那个 饭店 房间是几点 但是你可以先去聚放行李 可以先付款 甚至你已经付款了 就拿那个 收据 刷卡的 平均 印下来 要记得印下来 那这里就是 立木 金 的 车道 像这个是第七 也就是说 以这个图来讲 往这边就是 7 8 9 10 往这边的话就是6543 以之类推 好那像 KING哥这边的 新书里面 也有特别会提到就是从 告诉大家 替大家整理 去大阪 然后是在第几的 第几个月 乘车处 我不要讲月台 就是乘车处 应该也是在 我这边有整理就是在第几行下 然后我的 一些巴士乘车里面也会交代说 你要在 第几个 有第40页 这本书的第40页 替大家整理 不管是去大阪 京都 身后奈良 甚至 还有去 以我这本书 虽然没有介绍到岗山 我也会 标示说你去岗山 大概去第几个乘车处 去 还有 大家喜欢去的 大家喜欢去的 环球乙城 对不对 那只是 最后 还是要以 现况 因为有时候搬车的 当初的 调度 或是什么的 那月台 你去买 买票的人 然后他会告诉你 他会 他知道你是外国来的 所以他会 可能 如果有改变 乘车处的号码的时候 他就是会告诉你 他会在上面帮你标数地 阿拉伯数数地级乘车处 所以大家 可以稍微 可以放心一下 日本的服务业是非常好的 好 那我们继续 来再看一下第1行下的一些 那个 环境 来 关西空港 这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走 你到二楼的话 就是走那个 联络道到对面去 第1行下 对面的 建筑 就是关西空港站 这个关西空港站 有两个特别的地方要注意的 第一个 你有买JR的话 周邮券 或是你有先 网络 预约周邮券的话 你就是要先 到那个地方 二楼 像这个是南海店的那个 那个乘车的 那个闸道处 像King哥这一次就比较没有特别拍那个 售票处的照片 可能我要翻 在更早之前去的 更早之前去的 好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 照片 其实King哥的书里面有标示非常清楚 就是 这个嘛 这个就是JR的 那个 Office Ticket Office 然后 这边图示也有说明一下 就是联络 联络 巴士 T2到T1的那个乘车的那个照片 其实King哥这本书有交代的非常清楚 那再来就是 有一些 南海店 其实有些票据有些读者会问说 King哥 那我去什么 旅行社 或是一些购票平台购 购票 会比较便宜 其实 有时候不见得比较便宜啊 那有时候可能意外会让你觉得便宜 这个时间点 很难讲 这个这个 我讲说真的 这个便宜的那个时间点 是要靠读者 你自己 刚好去 像我举个例子好了 像那个JR的广运行 五日周游券 关西啦 关西广运行 周游券 你如果说 譬如说你在旅行社买的时候 你按他也都是按当时的那个 汇率 台币 对日本汇率 或者是说 人民币对 那个汇率 去 换算去买的 但是 官网他有 1000 例如说你提前 购 购票 说有 1000元的 大概是1000日币的那个优惠 那以现在换算来大概280几块 相信你说在Coke手续算290 38Q 300元好了 我讲台币啦 那 那如果说你自己会去算说你可能去一些 旅行社啦 什么KK Day 或是K路的这些 其实说真的你不用问King哥 King哥不是 在那边帮你卖票的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回 我也没抽多 我也没帮他们带也没有 都没有 我通常很多都是以 那个官网的方向为主 那你说你 你去那些 卖票平台 卖出 有问题疑虑 你就去 那个客服问 不要来问我 因为 我不是 卖票中心 大家应该要理解一下 这个事情 甚至 你在哪边买你就问哪边 懂意思吗 这是最简单的那个 描述 好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有看到就像这是南海店的那个 照片 那像 King哥的话 也有 将近这些图片 像这个票的话 这个是 这个是 那个时候 在那个 什么地方 先买了那个 南坡的 一般的920元的那个 乘车券 JTB 因为那个时候 呃 我有买一些 在那个 一楼 第一行下一楼 买那个 一些周邮券 然后顺便那个 服务员问我说 我要 去哪边 那我说 我要去 我要往 大阪 南坡 的方向 他们都会 日文 英文 所以大家不用特别 特别 担心 甚至运气好 你会遇到会讲 华语的会讲中文的 那像刚刚 King哥那个拍下来 这个票据是 这张票 这张票据 再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要去做南海店嘛 那像这个是 一楼是属于 JTB在经营的 就是那个 旅游 旅行社的单位 所以 你像那个 关西的那个 关西旅游 资讯中心 那个柜台 一楼 刚刚有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柜台 他现在就是有卖这个 乘车券 那这个乘车券的话 其实 你不用特别去 去二楼的那个 南海店的office 去换票 不用换票 你这个乘车券 直接就是给那个 杂大虎的 那个 路 就是这里 你直接就去窗 那个右边 右边窗口 这边 给他看这个票 那你就可以去 你就可以搭乘 当然出来的时候 也是给他 看这个票 给他这个票 那他可能会收走 他会收走 就是你要 从南海车站 南海电车站 他会收走 因为我把这个 分享给大家看 那他这个有 有一个期间 你可以去 去搭乘 那如果说你跟他讲你要纪念他就可能会帮你盖一个小张张 那就是表示你下次不能再使用了 大家有稍微 理解一下 所以 这个 以这个 目前 以机场环境的一些说明 King哥就是在 以交通 怎么样去搭乘 买票 在哪边买 那个环境 第一行下级第二行下级就是King哥就是以我这次 最近这一年 一年左右 拍摄的那个照片给大家看 这一年左右King哥是有搭乘过香草 搭乘过热桃 应该一年是一年半啦 那去年有去年是做香草 然后也有做湖寒 然后也有 当然你说 皇长龙啦 就是以我们桃园这边起飞的 King哥大家都有做过 所以就是可以 分享给大家 所以 我是很想搭一次菲律宾航空 但是 可能 可能就是 没有那个习惯性 所以 我没有办法分享菲律宾航空 好那再分享一下 机场出入境大大小小的 一些 事项给大家 因为现在 到很多的空港 不要讲关系空港 1000 以前 以前到关系 以前到关系公港 那个你要 路径速度很慢的 尤其是櫻花季 櫻花季那个时候 我讲以前 但是 你可以排 一个小时半 你都还 还没有办法 进去 现在 不同 现在 很快 当然 櫻花季的时候也 还是会比以前快很多 你知道现在大家都 知道就是要 按指纹 然后拍 Face 拍脸 那些 他们已经有 实施了一个政策 就是不管 其实 九州鹿尔岛 到 到冲绳 南 到北 北海道 他们现在都是 你排队的时候 他们会先实施就是 拍了好几个小组 在那个 检查 哨之前 就 先给那个旅客 先按指纹 先看你的 Passport 那个 护照 然后再拍Face 然后再让你去排队 去 通关 速度快 非常多 那如果你是搭 红眼扳机的话 速度更快 因为说真的红眼扳机 不算是尖峰时间 红眼扳机可能是 你那个时段就只有那个飞机 在飞 所以你去的时候就只有你那个航班 可能就是 100多个乘客啊 如果说是廉价航空的话 180嘛 然后甚至大一点的话 等等等 你有满或没满 就是大概那些人 去排队 那你可能会有一些少数的一些 日本乘客 不会跟你去抢排队 但是非常快 你要问King哥说那多快 就大概 15至20分钟 你就可以去 你行李 那你说 King哥 我有快速通关了呀 你别闹了 我也有快速通关 但是我从来没有才用快速通关 真的 对我来讲 都不是 很 nice 哈哈哈 我宁可去开一个舱 因为我曾经吃过亏了 去的时候 怎么快速通关 闸到门 怎么门 那个连 验那个指纹啊 是不是 或者是 去扫你的 那个护照 就算你有那张 那张卡片 我还 速度 搞了老半天 我还要跑去窗口 请人帮我去弄 说不定你还比其他排队的人还慢 现在已经很快了 不要跟我 其实 快速通关 以 我们 台湾 这边其实 机场这边 说真的是 很便利的 哈哈哈 可是日本那方来 那方面来讲 其实不太便利了 虽然你请 还要拿那个 那个就職 那个在職就职证明 公司证明 等等 这个 都假讲了 好那 接下来就是 速度快 那当然就是 你那个 櫻花季跟那个 櫻花季跟 赏风季 人潮会相对比较多一点 这个 速度 已经 有那代就是等行李嘛 那行李就是 没 当然也是比以前快 但是 你快的速度可能 你 你已经去那边 转盘在等行李的时候 可能行李还没出来 呵呵呵呵 所以 有时候这个是 有时候凌晨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是 尖锋时间 更不用讲 尖锋时间就是 早上八点到 那个 傍晚的时间 这个 当然是早上到 中午的航班时间 去的 游客会比较多 那你现在 还有一些 那个事项 像比如说 林群那个 ED卡 就是 入境的 入境的填写卡 这个可能书本 KING哥里面 也有特别 特别 教大家怎么写 我相信很多人都写过 第37页 很多 很多人都写过那个 外国人入境 国纪 国纪录卡填写的 范本 其实KING哥这本书有很详细的 那你第1次去 不会填嘛 所以就是 第37页 新本 这本 书有特别交代 好那接下来的话 特别的注意就是你的随身 随身行李呢 该带的就是 要带 不该带的 不要带 这是KING哥这次 有特别稍微 讲一下 那最近因为 猪肉的关系 有特别在 再说明一下 我们当然 世界国际的猪肉这部分来讲 当然是不能带 包含猪肉干 这些要特别注意 然后水果 日本 出去 出去可以 你没有办法带那个有 水油性的蛋糕 或是 那个 就是你的随身包 那你放在行李可以 就是一公升的酒 还有那个 液体 那你要放在 如果你要带出镜的话 你就是要 合法的 水 水类 液体类 你可以放在那个 行李箱 但是随身的话 就请你 倒掉 跟这边一样 还有就是 你可以 水果 的话 就是因为你路径到 桃园的话 是不行 带的 所以你就是 在机场 就是要把它吃掉 这是 比较特别 也会 要需要分享给大家的 我再看一下 有哪些 可能大家会特别 要 要注意的地方 危险物品 那些当然是不能带的啦 然后日本的话就是 液体的东西 奶油蛋糕 味噌 酱菜 优酪果凍 都不行带喔 所以这个部分 一定要跟读者在 交代一下 好然后就是 比较多 牙膏 洗髮精 随身喔 随身的喔 你可以放在行李箱 但是你不要 那个 放在 随身 随身包里面 好这个是 大致上 金哥在这边 简单的分享一下 就是 第一行下 交通内容 第二行下 的交通内容 那第一 再来就是 出入境的一些 大家想要注意事项 以讲堂来讲的话 就是 重点式的 一些说明 当然也算很详细啦 那你 如果说 有像有其他像什么 什么吹风机 可不可以带 那个通常饭店都有啦 那有的人就说 我要用我自己习惯的 是可以带啦 那就是只要是 不要是 微镜 就是上面有标是什么 什么那个刀子啦 那种微镜品 那个其实 那个就不能带了 那你说像其他像 一般生活用品的 其实是 可以 可以带了 来 在 第40页 有特别说明一下 就是 第一行下路径 第二行下路径 有哪些设施 像什么 租车预约 或者是 观光情报中心 私询中心啊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 饮食拉面啊 UNIQLO 那个 金哥在 这部分 有特别 书里面有特别 满足大家 就是 可以知道说 你还可以去补货 但是 UNIQLO 无印良品的店 当然没有 旗舰店 那么大 这个 相对的 让大家稍微 知道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有没有 特别要再补充给大家的 嗯 其实 应该重点就这些了 还有电池 电池 一定要随身带 包含行动电源 这个部分 一定要 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特别 最近要大家 提点大家的 那你说 如何搭电车啊 这些 的一些 议题 我金哥下次再来说明好了 看你要搭南海电 还是要搭 JR 金哥下次 就是会 就是 告诉大家这本书里面 怎么样 来看 然后补充教材 那有些路线 金哥会 特别分享一下 那在 在此的话 我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没有 还要补充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官网 关西空港的官网 官网 其实很多都 介绍得很清楚 还有电车 自驾 就像 比如停车场 或是什么地方 联络 接驳 巴士 就第一行下跟第二行下 公车 计程车 大家就不太会关系这个 电车 就是利目 应该是利目金 对 巴士乘车 有没有看到 你看第一行下 有分南北两边 北 这边 一到 十二 听哥没有说错 然后 一二三四五六七 九十 十一 十一十二 这边 有 很多各式的 一些 像看你要去前往京都 还是要前往 神户 要前往大阪 其实这 这里写得都很清楚 这边有说 要去 尼奇 冰库第四番 第四号乘车处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 大概的 但是你细部的话 你还是要 以当地 服务员跟你 解释说明为主 像你说你要去奈良 像JR奈良近田 JR奈良跟近田奈良就是第九 九番乘车处 等等等 这些 那包含 大阪的部分 就有好几条路线 然后像你说京都 凌空场 第十二 第一也可以啦 深夜巴士 但是 通常是南海巴士 但是 King哥刚才有讲了 班次并不多 有时候可能 没有行驶 可能就是 遇到 台风啊 天后印式 不行驶 这部分 大家可以 一定要来观网看 那第二行 下来看一下 这个很重要 来我们通常是 这边抵达 刚才有 King哥一开始有讲说 出来右边 就是要 就是 要去 就是要回家 就是 出境 入境 接驳巴士在这边 就是你要去第一行下 接驳巴士在这边 这张图没有标 King哥补充给你 当然 King哥这本书 也可以 看得到 第几页 所以官网他 画的 如果没有很 特别详细 King哥的书 其实都有帮大家注意到 第30 39页 第39页的地方 好所以 做 联络到处 但是下车是在这边 然后利木金就是在这边的对面 也是 1到10 有个0 其实King哥这边也有 书有成理 所以大家 可以 替大家都整 替大家都整理好了 然后你要从这边去 大阪 我刚才讲过了 他这边 是出发的地方 然后 接了客人之后 会去第1行下 好这部分 来 去尼奇第几 第3 去大阪市去看你要去 南波OCAT 第6 好这边 King哥 虽然官网可以查 可是 King哥书里面有帮你 整理好了 甚至 有些不必要的 上面有些不必要的 就是 我所介绍的内容 不必要的 通通都已经 帮你们 事先筛选好了 好在这次 讲堂第63的单元 就 就可能就是 介绍到这边 希望 就是 你说 分享一下 其实 King哥 这本书已经 开卖了一阵子 大概 14号是 正常宣布的日期 但是有些 像金石堂 反了 金石堂9号 就可以开始 上网预购 所以 以目前来讲的话 还算 不错 因为 King哥有讲了 这是 限量 就是 数量 并不是很多 所以就是 有需要 节省做功课的话 其实要把握机会 如果相信 King哥 像King哥的专业 相信 King哥的说明 你就想要在 最短的时间 做好你的功课 其实里面有行程 行程的 时间的掌握 我这里面都有 交代 过 只是说 King哥这次分享的 并 并没有 那个 还没有 分享到行程的 的说明 好啦 那第63 第63的单元 就说明到 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第64的单元 可能稍微 休息一下 King哥再来 再来说明 就关东京 京城电铁的 机场交通 到东京的 这一段 的说明 因为这一段 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我会花一点 时间来 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们就稍微 休息片刻 然后 再来 分享给各位读者 那先 再会啦 拜拜 拜拜 放入鑰匙